电视剧《通灵少女爆红》 带动大家对这项民间习俗的好奇心 通常我们看到都是男性妙宫居多 女性相对是比较少数的 更何况还是外国联孔的妙婆呢 这位她的中文名字叫做罗美智 是智利人 30年前远嫁到台湾 不料12年后老公出世 罗美智独立扶摇两个孩子长大 直到16年前 原本信奉天主教的她 怎么变成天收金的妙婆呢 来看智利吉台湾媳妇 罗美智的故事 拿着金纸和香不断挥舞 口中还念念有词 不过仔细看 这个帮忙收金的妙婆 怎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是的 没错这个龙眉大眼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罗美智 她可是台湾唯一的阿兜阿庙妙婆 她来我们庙里做庙住都20年了这样子 她很勤奋 我老公说 你用东西免掉对不对 然后这个会小会安静 到地的收金技巧是老公传授的 这样的画面在嫁来台湾之前 对于信奉天主教的罗美智来说 是这辈子从没想过的 她怎么也没料到当初为爱走天涯 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回想三十年前和老公蔡福教相遇的情景 当时罗美智27岁在智利当幼稚园老师 趁着一次假期去找在巴西做生意的哥哥玩 认识了来自台湾的他 台湾的人 你是参加的人 我老公说说no no no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我老公说一个很大的 一个看 我看不行说 打不到台湾 打很多国家 然后我老公说这里这里有什么角 国家很大吗 这里台湾什么角 相差十岁的两个人 跨越了国际界限当起了朋友 非常有话聊 也渐渐发展出感情 然后我老公说 我是说你看你看我电视海里开 我是说感到很喜欢你 就是我没有啊 还是不知道妈妈来很爱 他也是妈妈来很爱我 交往两年后 有一天蔡福教开口向罗美智筹婚 快差不多二十年 还没回来台湾 然后我想还有家里人 从家还有妈妈 想要回来台湾 如果想要见你 一起台湾学婚 然后是说 Oh my God 什么办 然后很快 我爸爸妈妈在助理 我爸爸说你说什么 对啊 他想要去台湾结婚 什么 我爸爸说等一下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一下 你们想什么 我说说对啊 我爸爸说我很爱他 他想要去回家台湾 是台湾的人 然后我没有办法很爱他 我想要帮他一起台湾 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儿的爸爸 简直吓坏了 但为了成全女儿追求幸福的心 还是点头答应了 罗美智辞去幼稚园的教职 远离南半球的智利家乡 跟着老公来到距离 一万八千多公里外的台湾定居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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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再会失去 再会失去 这个表演 有一定的爱的人 我很爱的人 以前跟我老公吃个 非常不少掉我很久 破套两人育有梁子 还在台北开自住餐店 一开就是五年 很多人一个扁动 两个扁动 要快要快要快 我真的很累 然后我老公说想要还不一样的工作 这项不一样的工作就是顾庙 老公结束台北的生意 回到顾乡彰化当庙公 有一天罗美智不忍心 看到先生这么辛苦 他很想帮点忙 我外国里面都生命都凉凉的 对啊 全部都黑 然后我说我想办法 我想要妈妈来 全部都杀杀杀感性 比较好看 我老公说不行 不可以这样子 我说为什么 这个生命跟生命不一样 不可以随便杀 罗美智当下觉得好糗 辛华老公一旁提醒 开始慢慢了解台湾的宗教文化 他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 还跟着两个孩子一块上幼稚园 学宝宝门 学中文字 罗美智 就在逐步适应环境 一家四口的日子和热平顺时 一向巨大的打击意外降临 我老公五岁 五十二岁的 我打击意外 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第一次我先生没有假婚 没有避难 没有喝酒 什么都没有不好的东西 身体不好 什么都没有 纵然已经过了16年 回想老公出事的那一天 罗美智依旧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回忆那天早上 老公还很开心地跟友人在客厅唱歌 没想到只是睡个午觉 却再也没醒过来 我感觉很酷 全部都我来摸一下 全部都冰 很大声 很快老人看 哎 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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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 什么都 我先吃什么 老人感觉说 啊 满蛋了啦 满蛋了啦 我说 哪有哭人 这个答案让罗美智很难接受 对阿姨那说妈妈 怎么哭 他说妈妈 你爸都 你爹都在哪 为什么哭 我说小朋友 你呢 爸爸说 那他说 哪有哭人 爸爸说 我们是 都輸了 很快乐 我已经三个 社区里面三个 顿时失去丈夫依靠了罗美智 面对茫茫的未来路 不知该怎么办 幸好两个宝贝儿子都很贴心 老大有一定得十二岁了 我都说妈妈 你应该他很累啊 他想要休息 然后 大家都说 哎 没事啊 你要干净呢 小朋友什么办净呢 干净很难过吗 是他也很难过 然后走好 我说到 为了孩子 罗美智努力学着坚强 他想带孩子 回去智力生活 他们说 对不起 你想要回家 可以一个人 你的孩子 没有办法出来的话 他们还没18岁 我说 我一个人 不可能回家 放不下孩子 罗美智打消回智力的念头 但问题是 留在台湾 他能做什么呢 18岁 当时是很艰苦 我们产生的头人 就是说 给我们的机会 一定在我们 留在这里 跟我们照顾 跟我们顾标 去打快 然后很惯意 去把她拿起来 拜拜 每天都一样 接替丈夫的妙筑工作 罗美智一做就是16年 拜伴收金哲福祉都難不倒他 比台灣人更厲害 對 但做廟宝也是要這樣 因為你不知道有來賓什麼 什麼什麼 唱什麼都要人來 都要人家 開朗 活潑的個性 讓羅美智很快的跟村民打成一片 一人師傅來這裡 這裡的廟宝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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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廟宙的薪水 養大兩個兒子 怎可能還有閒錢買機票回智利呢 羅美智每當思念家鄉連賣父母時 也只能靠網路電話 你快點休息 因為她要照顧 我愛你 我愛你 我爸爸跟老爺一起 我媽媽不太好 2016年兒子大了 也都有穩定的工作 羅美智終於在台灣 左鄰右舍的幫忙下 帶著孩子踏上離開30年的故鄉 智利 帶我來回來處理 很高興我30年喔 30年都沒有看到 我到家的人我們去我個兄弟 我爸爸媽媽 我們到我弟是到我的國家 大家都哭了 這條歸鄉路 羅美智等了30年 難得回家的他哪裡也不去 整天跟家人溺在一塊 我們大家都一起 我們很喜歡跳舞 吃東西 然後這裡 我去海邊 我很喜歡海邊 很舒服 到處理很快 我哥哥說 媽媽是海邊 我想要 好 很舒服 很不一樣的感覺 20天的回鄉之旅 雖然短暫 但身後親情溫暖在心 家人剪輯的影片 還有書櫃上這些紀念品跟照片 成了羅美智最珍貴的記憶 很高興 大家都很快樂 很高興 為了唱歌 為了唱歌 需要一點的謝謝 我喜歡這裡 我差不多20年 我喜歡 我很快樂 我很喜歡 這裡很舒服 所以每天都看舞 聽到草女 我聽到很高興 固守著充滿丈夫回憶的廟禮 感受彰化鄉親 對他這位 從智利來的台灣媳婦 真心的藤禧和照顧 羅美智珍惜又滿足的說 台灣永遠是他最愛的 第二個故鄉